除了这种高空视角之外 我们更应该一个仰视的角度 再去看看世界 那种感觉结合起来 才是你对这个世界完整的认识 用眼睛阅读自然文明 用双脚丈量世界城市 他们是地表上最令人呈现的一对 有一束极光 我们顶着极光在开车 看极光划破夜空 赞叹光影流动之美 去世界镜头和呆萌企鹅 亲口大声招呼 他还流哈喇子呢 或是前往非洲黑色大地 帮项群洗捧捧 也曾深入亚马逊和刘豫 体会钓起食人鱼的快感 瞧 瞧它多有力量 速度有多快 这就是红腹食人鱼 想知道它的牙到底有多硬吗 这是一把金属钳子 听到声音了吗 说走就走 谈何容易 但大陆这对夫妻 错到了 我确定要对中国人第一次飞翘 第一次用太气条飞翘 张兴雨 梁红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不过四十来岁却能环游世界 他们不是含着金汤池出身 是白手起家的富一代 我没上过大学 我当过兵 开过小吃铺 冷饮摊 卖过羊肉串 我还承包过公共厕所 然后打扫过街道 卖过豆腐 抗卖豆腐赚到了第一桶金 有了本钱后跨行做贸易 年纪轻轻成了亿万富翁 但2008年的汶川地震 两人参与灾区救援工作 让他们体会到生命脆弱 决定换一种活法 这些事对我出动特别 让我能更冷静地下来思考 我的后半生该怎么货 说不定哪天这人就没了 那你就什么都没了 我让咱们变吧 他说变就变 卖掉房产公司 筹出人民币近亿的旅费 张兴雨 梁红 开始带着摄影机 展开环游世界之旅 但他们可不是走马看花 轻松游览一拳救回来 而是真正的探险 绳带放太多了 我扛不住了 有吗 有吗 能操操吗 我没机会啊 我如果在上升的时候 失去通讯 上升提升我的脚弹 拉力是一吨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卡在某个时分 我就会被扯开 勇闯地狱之门 通过神匠进入温度高达 1190摄氏度的 马鲁姆火山口 感受极寒极热 我在索马里的首都 摩加迪沙 这是我们车点的偷拍力气 在摩加迪沙 我们举摄像机他们就打枪 去过海盗之城 穿梭枪临弹雨 甚至冒着五年不能生小孩的风险 一探河瀉严重的鬼城 乌克兰车诺比核电厂 他们制定了十年计划 为了能上山下海超拼 不只花了半年时间上飞行课程 一员自驾飞机飞越大夕阳的梦想 我们的飞机因为太旧太冷了 一直在漏水 一边飞一边擦水 害怕水 还得小心水被弄失了电路 然后就这样 一路飞过了北美 还花了人民币1280万 从荷兰人手里买了一艘帆船来改装 好从上海出发 远渡重阳到南极结婚去 我们结婚了 我们结婚了 可别以为这般挥霍财产早该败光光 夫妻俩将旅行记录影片放上网 尽意外爆红 还吸引了影视平台电视台 争相合作推出节目 他们的旅行每一季点击率都破亿 更获得旅游品牌赞助 旅费不但不用愁 十年下来身家不减反增 反倒赚尽两亿人民币的财富 十年完成的都是我们的小梦想 都是我们之前定的一些既定目标 对 没错 只是租坛身份 对 世界很大 但生命的宽度一定是自己走不来的 一次次的以身犯险不走寻常路 对张欣宇 梁红来说 拥有不同视野的人生风景更有价值 尽管此刻驻足停留 下一站仍在远方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